第二个,是因为我们是从2来,但如果你改成before的话,就是1,一样是到shoot.com,step一样是间隔两个,因为我们是偶数的,所以2,4,6,8,10的话,记得是用step2,再来的话呢,一样去把它做一个删除,那删除的话有几个方法,我这边是i把它删掉,那我这边是直接 直接减啊,这样也可以,或者是说,这边也可以,减J,这样应该也可以,减J有没有,然后J等于J减1,负1,应该是J等于J减1的话,J加,一样是J加1 因为我要减的,所以如果说你用减,它变负负得证,所以这边把它加,一样的道理,这个地方的话是记录什么,记录它总共删掉几个,然后再把它减掉,OK,这里的话我们来试一下,应该我印象中这样应该OK, 我看我讲书里面好像写的,写的是这个,减,然后J加1,这样这样OK,好,那这边的话呢,我们来试一下,这边step by step来看,先J,J目前没有,所以第二个先把它删掉,对,然后J加1,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,就是,删掉一个了,再来,J剪掉,因为第四个,因为已经剪掉一个了,所以再把这个扣掉,所以第三个删掉,OK,那以此类推,全部通通把我删掉,OK,好,不过这边注意,我建议你在做删除的时候,最好这个本来的档案,你要备份一下, 不然的话你删错,容易就删错,删错之后的话,就回不来了,OK,所以这地方的话呢,我是利用跟刚刚一样的逻辑,J剪,I剪掉J,把它记录下来,你曾经删掉几个,其实也是把它加了,加一个加一个这样就可以了,OK,那当然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,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,我是在那个我的云端上面,有另外一个方法, 就是怎么样